《环球时报》记者赵宇生陈欣,美国媒体对中国间谍行为的指控,可谓不遗余力。 24日外交政策又声称,中国正在对以色列搞间谍活动,以窃取美国机密。 以色列问题专家杨阳2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已不是美媒第一次对中国在以色列的存在和影响力表达担忧。 但终以合作的大趋势,是任何外部因素都无法阻挡的。 外交政策称,中国过去十年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地区军事和经济投资,以及利益越来越多。 以色列无视中国太久,但近来已开始行动。 报道称,以色列国安会本月将向内阁提交有关外资,在以色列的建议。 建议可能不会明确提及任何国家,但会明显针对中俄。 在这家美国媒体看来,以色列政府近年来鼓励引进外资。 中国如今已成为以色列重要的贸易伙伴。 但同时,由于以色列高科技企业众多,该国面临着外国间谍和窃取先进技术的棘手问题。 报道声称,俄罗斯和中国近年加强了在以色列的间谍活动,特别是针对国际和私营部门的以色列科技公司。 并通过他们获取以色列亲密盟友美国的信息,针对美国媒体的渲染。 上海外国语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主任杨洋,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中已在科技和创新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 而且很多合作项目,都着眼于引领未来发展的前沿技术。 因此,与以色列关系极其不一般的美国,自然会对中已合作格外关注。 尤其是在那些每一页开展合作的领域。 美国更是特别警惕。 外交政策的文章特别提到,中国对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总部附近的一块地皮很有兴趣。 想要购置作为大使馆新指用地。 这也成为中国间谍行为的证据。 对此,杨洋表示,这种腔调于此前美国一些安全专家担心华为在靠近美国导弹发射基地的农村地区建设信号塔, 威胁美国国防安全的报道如出一辙。 外交政策认为,多年来以色列历任政府忽略,和无视中国带来的安全风险, 相反他们鼓励中国投资进入以色列。 杨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事实上,以色列的一些技术,非常需要在中国这个热情,拥抱科技创新的巨大市场落地。 中国的很多科技初创企业,也非常渴望利用以色列的先进技术, 迈向产业价值链更高端。 所以,美国的一些炒作噪音,不可能从根本上影响中国和以色列的合作。 杨洋认为,随着中以两国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和移动互联网等高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 可以预见的是,来自西方政客和媒体的类似担忧,还会不断涌现。 但是,中以两国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具有很高的粘合度和互补性。 任何外部因素,都无法阻挡两国合作共赢的大趋势。 At Sevilla Debt Post,7,531元标题, 70岁的北约尚能犯否,4月4日,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迎来了成立70周年纪念日。 4月3日至4日, 北约组织各国外长,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会议, 讨论北约当前面临的诸多新课题。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于当地时间2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当前,围绕军费分担,反恐协作, 美欧贸易谈判,及美国多次退约等问题。 北约内部矛盾重重,呈现离心倾向。 国际舆论普遍关注, 70岁的北约将呈现给世界一个怎样的形象。 频繁刷存在感,庆祝活动降级。 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分析认为, 与成立50周年、60周年时的首脑会议相比。 今年降格为外长会议, 反映了美国政府对该联盟的持续怀疑。 这是北约地位下降的标志, 与庆祝活动的低调风格不同。 一段时间来, 北约在东欧平刷存在感, 当地时间4月1日, 北约军舰分别抵达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 和格鲁吉亚黑海港口波济。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通报说, 北约军舰将在访问结束后, 同乌、格两国海军在黑海,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 格边防局发表声明称, 北约军舰的这次来访充分表明, 北约对格鲁吉亚的安全承诺。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4月3日报道,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哈齐森表示, 北约有意通过一系列黑海措施, 包括更密集的空中侦察, 和加大北约舰艇在此海域的航行, 并保证乌克兰舰艇, 能够安全通过克式海峡, 4月1日, 斯托尔滕贝格宣布, 北约成员国将拨款二, 6亿美元为美国军队在波兰境内, 建设军事基础设施。 并据拉脱维亚媒体报道, 北约多国部队北方司令部, 上月8日, 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郊区的阿达日军事基地举行揭牌仪式。 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帕布里克斯表示, 这是北约首次在波罗的海地区设立司令部, 将有助于强化波罗的海三国, 乃至北约所有成员国的集体安全。 当北约核心的互助理论引发成员质疑和担忧时, 其加强在东欧和黑海地区安全的举措广受欢迎。 美国时代杂志网站分析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袁征,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受乌克兰局势及美俄关系趋紧的影响, 北约在黑海及波罗的海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活动有所提升。 事实上,自冷战结束以来, 北约东扩的步伐没有停止, 针对此次北约外长会议的三大重点议题, 北约与俄罗斯关系,反恐及军备分担。 袁征认为,走过70年的发展历程, 北约维维细其存在,正不断转型, 根据形势变化,找到新的任务点。 以增强内部的凝聚力,最需要的是团结。 据今日美国网站报道, 特朗普4月2日,在与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谈时表示, 北约成员国应继续增加国防开支, 并重申北约各成员国国防开支, 应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 在军费分担问题上, 美国一直向北约盟友施压, 要求其履行承诺。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指出, 美国在国防开支问题上, 毫不留情地打击北约盟友, 即使这样会对联盟的凝聚力产生威胁, 这让人对美国长期以来, 保卫欧洲的承诺,产生了质疑。 布鲁金斯学会网站刊文称, 北约作为跨大西洋共同体, 依靠两个支柱, 一个成功的防御联盟, 和一个更加成功的欧洲一体化项目。 然而, 美国人常常沉迷于对欧盟的蔑视, 并一再攻击欧盟和各别成员国,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军费分担问题, 只是北约内部矛盾的冰山一角。 当前, 美欧裂痕加大, 正持续向北约投射。 据袁征分析, 北约是在冷战背景下, 基于维护美国自身霸权的需要而成立的。 它在欧洲乃至全球层面的安全议题中意义重大。 对维护欧洲的安全与稳定, 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冷战的结束, 欧洲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相对减弱, 加之欧洲对自主防卫的追求, 使得北约的凝聚力, 也相对下降。 美国新闻网站政治的文章指出, 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兴趣减弱, 这是北约面临的最大长期挑战。 此外, 英国脱欧籍随之而来的离心力量, 将加剧这种情况, 会破坏政治团结, 这是北约这个依靠共识运作的组织的真正致命弱点。 这以前我们可以解散了百分之后, 也可以避免成结合一ele性同类败的 49ièrement X3 投报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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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